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俄罗斯遭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全方位的制裁 在经济方面所受到的封锁更是史无前例 俄罗斯财政部长安东斯蒂鲁安诺夫在采访时说 俄罗斯约3000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已被冻结 接近俄罗斯外汇储备总额6430亿美元的一半 3月20号法国也宣布 冻结了俄罗斯中央银行220亿欧元的资产 还冻结了俄罗斯一些个人在法国机构账户中的资金 约1500亿欧元 另外约30名俄罗斯人在法国的价值5亿欧元的房地产也被冻结 其实法国下手已经算是比较晚的了 在此之前就连中立国瑞士也冻结了俄罗斯100多亿美元的资产 涉及到363名个人和私家公司 相比于俄罗斯 中国有着巨量的外汇储备 截止到今年的2月1号 中国的外汇储备是32138亿2100万 是俄罗斯的五倍多 不由得说我们担心 如果发生类似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统一的时候 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的外汇储备也被冻结了怎么办 毕竟曾经有过这样的苗头 2020年疫情期间 美国甚至有议员公开宣称 要让中国为疫情付出代价 要求废除中国持有的1万亿美元国债 我都搞不清楚 这种疯子怎么会当上国会议员的 现在的俄乌战争 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更是说明了 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这就是一个笑话 外汇储备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如何才能确保 中国3万多亿的巨额外汇储备的安全 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话题 首先我们说第一个问题 外汇储备为什么会被别国冻结 自己的外汇储备 自己说了不算吗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知道 外汇储备包括哪些资产 它到底是在哪存着的 为什么说本国说了不算 别人想冻结你就给冻结了呢 从侠义上来讲 外汇储备是指以外汇计价的资产 包括现钞 国外银行的存款 国外的有价证券 广义上也包括 更多一点啊 黄金也算 特别提款权也算 还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等一些国际金融组织里边啊 国际银行里边的储备头寸 这都算 那么一国真正能够自己掌控的外汇储备 都有哪些呢 其实只有两种啊 一种是外币的现钞 就是现金呢 自己能拿在手里的现金 都拿在自己手里了 别人肯定是冻结不了的 这是自己能掌控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存放在本国境内的黄金 剩下的所有形式的外汇储备 理论上都不安全 都可能被别人给冻结了 其实呢 还有半种 那就是自己有话语权的 国际金融组织里边的储备头寸 这个别人也不好冻结 咱们举个例子啊 中国在亚投行里的储备资金 中国是亚投行最大的股东啊 占股超过了30% 话语权很大的 你想冻结中国在亚投行里边的资产 基本上不可能 当然也有例外啊 那就是亚投行其他 剩下的将近70%的股东 都一致同意啊 冻结中国的资产 那也就不好说了 所以说呢 这种形式只能算半种 由此可见啊 一国的外汇储备 要想保证不被别人冻结 是不可能的 自己能够掌控的 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啊 外币现钞和黄金 它毕竟不占多数啊 大部分的外汇储备 都是在别的国家存着的 所以说别国要想冻结你 那是很容易的 我们知道俄罗斯已经清空了美元的资产了 而且呢 外汇储备里边啊 黄金的占比很高 存在本国的黄金也是很多的 可以说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了 但即使是这样 还被冻结了一半的外汇储备 假设一下啊 如果说这种冻结的力度 放在中国身上 那我们会有多少外汇储备被冻结呢 我跟你讲啊 最少要超过80%的外汇储备 甚至90%的外汇储备 我们都用不了了 因为我们的外汇储备呢 绝大多数都是国外银行的存款呢 国外的债券啊 对外的投资等等 现钞和黄金并不多 它的占比很低的 所以说我们一旦遭遇了像俄罗斯那样的封锁呀 将近90%的外汇储备 我们就用不了了 无法动用外汇储备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首先是你还不了外债了 你借的是美元和欧元 那你还债也得用美元欧元还呢 现在外汇储备被冻结了 你拿什么还呢 俄罗斯前一段时间还说 准备用卢布去还外债 欧美还不答应 你不答应你冻结人家干嘛呢 俄罗斯的外汇都被你给冻了 他没有外汇了 他不用卢布还 那用什么还呢 难道用黄金吗 普京还不答应 这是第一个后果啊 还不了外债 就影响国家的信用 第二个后果更严重 那就是没有能力干预汇率了 卢布贬值 俄罗斯的央行想要入场干预 那怎么办呢 肯定是买入卢布嘛 你买的多了 卢布自然也就涨上去了 但是你拿什么去买呢 你肯定是用外币去买 你总不能用卢布买卢布吧 对吧 现在呢 手里没有外汇 都被冻结了 你干预不了 眼睁睁的就看着自己的货币汇率啊 大幅波动 没办法 第三个后果就是进口不了东西了 现在呢 国际贸易大部分结算货币啊 用的还是美元和欧元 你付款用卢布 人家不卖啊 人民币也是这种情况啊 你没有外汇 很多东西呢 就买不了了 还有第四第五等等吧 我们就不说了 总之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被冻结了 自己不能用 那护果还是很严重的 接下来咱们说第二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都关心的啊 为什么不把外汇储备给拉回来呢 为什么要放在国外呢 我们需要说明一下啊 拉回来 这个词其实是不对的 不能这么说 因为外汇储备是拉不回来的 但是呢 很多人都这么说啊 为了好理解 我们还是用拉回来这个词吧 我们分析一下 为什么不把外汇储备给拉回来 由我们自己掌控呢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个说法吧 为什么我们不把存在美国的黄金给运回来 为什么我们不抛售美债呢 今天这个节目 我们就把这些问题啊 都说明白 很多说法是煞有其事的 说什么中国在美国有600多黄金 为什么不拉回来啊 或者说已经拉回来了 等等吧 我估计这种说法啊 大多数人都听说过 我建议大家啊 听听笑笑娱乐一下 可以 没有必要当真 中国在美国肯定是存有黄金的 这是没有疑问的 因为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黄金 都是存在美国的 但是美国的金库里 到底有中国多少黄金呢 这个数据 大家注意啊 民间是不知道的 什么600多黄金 2000多黄金呢 民间是根本不知道具体数字啊 都是以讹传讹 大家听听乐乐就行了 当不得真 有很多数据啊 大家以为没什么的 但其实都是国家的机密 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就像外汇储备 总额是多的 总额是知道的 我们有多少外汇储备啊 一看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但是啊 这些外汇储备的 是怎么构成的 其中美元存款占多少啊 美元国债占多少啊 欧元占多少 黄金占多少 存在国内的黄金 有多少 有多少黄金是存在国外的 就这些具体的数据啊 民间是不知道的 民间流传的 都是一个大概的估算数字 如果有人说啊 我知道啊 中国有多少黄金 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地下的 美联储的金库里边 那这个人估计就该被请去喝茶了 说说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 不说清楚 你是走不了了 说句不该说的 说句不夸张的话啊 美国总统都不一定知道 因为这不是他的择权范围啊 你是怎么会知道的 所以我们说呀 听到类似的说法 为什么不把600栋黄金啊 拉回来等等啊 当个笑话乐了是可以的 当真就没有必要了 民间是不知道具体数字的 当然了 从事相关工作的人还是知道的啊 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吧 比如说中国有多少储备粮食 现在俄乌打仗 世界上的粮食价格上涨 大家都很关心这个话题啊 我们的发言人也只是说 中国储备粮食无忧啊 即使说颗粒无瘦 也足够全国人民吃多长时间的 我们能够得到的数字啊 也是一个大概的总量 但是如果要细分的话 中国到底有多少储备粮 都在哪放着呢 全国各省有多少个粮仓 每个粮仓里存的什么粮食 有多少 这谁知道啊 我跟你讲啊 别说您不知道 全国知道具体数字的 也不会超过十个人 这是顶级的国家机密 你能知道一个省 储备粮食的具体数字 那已经是级别很高的人了 更别说全国了 有人说了啊 那我家附近就有一个中储粮的仓库 那你也就是知道一个 顶多你跑的地方多一点 知道个三个五个 再多你也不知道 咱们把话说回来啊 国家为什么不把存在美国金库里的黄金 拉回来呢 这一定是有原因的 存在美国成本低啊 你拉来拉去的成本高啊 国际收支需要黄金交割的时候 直接在美国金库就交割了 你在海上拉来拉去的风险也高啊 至于说万一美国赖掉我们的黄金 怎么办 其实呢 这种担忧也没有必要 美国怎么说 也不至于算是一个破落户吧 你存个撒瓜俩枣的黄金呢 他还真不至于就昧了你 有人说了啊 那我存的多呀 到底多多呀 具体多少 我们并不知道啊 两千吨吗 那美国还真敢黑了你 问题有那么多吗 所以我说呀 这个问题啊 没必要轮到我们讨论 我们在美国存的黄金呢 一定是够用的 但还不至于说被黑了的程度 这个量肯定都是算好的 多了就拉回来了 放在美国的都是和风险呢 匹配过的 另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吧 为什么不抛售美债呀 为什么要把外汇存在国外呀 这两个问题 其实可以一块说呀 我们抛售美债 那换到手里的是什么呢 是美元呢 正是因为手里的美元多了 没地儿放才买成美债的 为什么要换回来呢 换回来 你不还得存到海外的银行吗 所以说有需要了 就抛售一点美债 不存在大规模抛售美债的说法 可能有人呢 还是有疑问啊 外汇储备被冻结 就是因为外汇储备存在了外国的银行 为什么不存在本国的银行呢 存在本国不就安全了吗 这个问题估计很多人都想过吧 但是不好解释啊 外汇是不能存在本国银行的 本国不是外汇的发钞国呀 外汇存在本国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呢 不能自证 我来举一个例子吧 比如说啊 我自己成立了一个大流银行 我把手里的钱呢 就存在了大流银行 那这有什么意义呢 这钱也不能增值啊 我也没办法花出去啊 我这个大流银行 并不是人民币的发钞行啊 如果说我想收点利息 我想要花钱 那我还得存到工商银行 这些其他的银行啊 他们才能给我利息的 说到这儿呢 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啊 为什么不能存到本国的银行呢 我还到中国银行存过美元呢 也对啊 我们个人呢 可能有到国内的银行 存外币的精力 但是呢 我们往上再分析一层 银行拿到你的外汇存款 它会怎么办呢 那银行会自己放着这些外汇吗 那这跟存到大流银行 有什么区别啊 对吧 一分钱利息都没有 银行肯定会把这些钱给放出去 要不然呢 那就直接交到央行吧 银行把钱放出去 比如说啊 自己投资 这国内是没有什么渠道的 你只能把钱投到国外去 要不然呢 就是存到国外啊 吃利息 要么你买个什么样的债券 只有这样 这笔钱才有意义 而且呢 你往外投资的时候 还有一个证明的环节 那就是你怎么证明自己有这笔钱呢 对于外汇储备的发钞国来说 他们是能够自证的 比如说美国的运通银行啊 往外投资一笔美元 运通银行有没有这笔美元 这个钱是从哪来的 他们能够自证 美联储就能够证明啊 是运通银行抵押了国债 我美联储放给他的 中国银行要想投资一笔美元 那中国的央行就证明不了了 我们是无法自证的 因为我们不是美元的发钞国 那怎么证明中国银行有这笔美元呢 Swift系统和美国的美元清算系统 才能够证明这笔钱是从哪来的 我们自己是证明不了的 这就好像啊 我大流银行有100万存款 我自己是证明不了的 我得从别的银行里边 去把资金往来的流水打出来 让别的银行来证明 我有这笔钱 央行也是一样的 央行收到商业银行交上来的外汇 他自己放着也是没有意义的呀 你往外放款投资 也是无法自证的 那你图什么呢 你就只能存到外国的银行吧 或者进行境外的投资 这样这笔钱才有意义 你想存到本国 那就像我自己把钱存到我自己的大流银行一样 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 别人要想卡你啊 直接断你的通道就行了 就像所有的银行都不让我开户了 不让我进行资金往来 我说过有一笔钱 我存在大流银行里 它有用吗 没有用啊 所以说呀 外汇储备是拉不回来的 拉回来没有意义 那应该怎么说呢 应该说是把它用出去 不管是投资也好啊 存在外面也好 把它用出去 这个例子比较绕啊 可能举的不太好 但是呢 我实在是想不起来 想不出更好的解释办法 大家知道这一点就行了 我们不是外汇的发钞国 外汇储备是只能存在海外的银行 或者说是我们有海外业务的银行 同样的啊 现在呢 人民币也是一些国家的外汇储备 就他们的人民币也是存在我们海外的中国银行里边的 或者说是有人民币业务的海外银行里边 俄罗斯目前遇到的困境就是这样 它是清空了美元资产 但是欧元资产还有很多呀 日元家元什么的也有一些 这些资产除了现金都在境外的 幸亏中国是没有参与啊 要不然俄罗斯的人民币储备也不少 那可就不止一半了 说了这么多呢 可能就有人就要担心了啊 照这样说啊 如果西方国家想要冻结我们的外汇储备 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呢 理论上是这样的 只要我们的人民币没有国际化 我们还需要大量外汇储备的话 是没有办法规避这种风险的 但是呢 我们没有必要求回避这种风险 而是要用其他的办法让西方不敢冻结我们的外汇储备 办法说白了也很简单的 那就是互为人质 我们的巨隔外汇储备在西方那里是人质 那我们的手里也要有相同分量的人质 这样呢 大家相互投赎机器 那西方国家就不敢轻举晃动了 这个人质呢 其实不说 大家也都知道了 那就是经济的深度融合 以及我国境内大量的西方国家的资产 这也是我们跟俄罗斯不一样的地方啊 欧美为什么对俄罗斯那么狠呢 因为他们在俄罗斯的利益不够大 如果说西方国家在俄罗斯境内 有上万亿美元的资产 那对于俄罗斯3000亿的外汇储备啊 是不敢下手的 当然了 军事力量也是很重要的 俄罗斯虽然核武器厉害 但这玩意儿呢 不到灭国的关头是用不上的 常规军事力量确实是衰落了 如果说现在俄罗斯有六个航母编队在海上飘着 那估计欧美国家也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以上这些都是对我们有益的启示啊 好了朋友们 今天关于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啊 咱们就说这么多吧 感谢大家观看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